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父母得知女儿交了一个聋哑男朋友 在女儿面前拼命隐忍情绪 带女儿走后失声痛哭 这场父母与女儿之间的对话 没有指责埋怨歇斯底里 慕恩将振宇是聋哑人 还是个孤儿的事 原原本本告诉了父母 和振宇在一起对别人来说 是一条很难走的路 但他甘吃如頤 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也有能力承担所有的后果 父母没有反对的意思 也并未要求他按照父母的意愿而活 可身为父母 无法不为子女考量现实情况 害怕女儿难过 他们选择宁忍着伤心 笑着告诉女儿 真语又高又帅 给人的印象很不错 慕恩明白父母怕他难过 只是在假装没事 在他走后 母亲控制不住 流下泪水 他有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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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体和我的心 都已经成功了 我已经成功了 我已经成功了 不安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 上班路上 震宇遇到了 上次被同学欺负的男生 泰浩 泰浩已经知晓 他是聋哑人 坚持要跟震宇学画画 震宇带他来到画室 向几个聋哑同学介绍 新同学是个正常的孩子 三个聋哑同学 不知道该如何 与他打招呼 只好齐刷刷 保持微笑 最后选择 用纸笔和手机交流 问出了他们最好奇的问题 为何泰浩来这里上课 泰浩表示 自己厌倦了话太多的人 感觉这里会不一样 出乎意料的答案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向来被孤立的泰浩 意外收获了欢迎和温暖 课后 震宇为上次 没有及时帮助他而道歉 泰浩也抱歉着 自己不分青红皂白 骂了震宇 震宇笑了出来 他听不到声音 根本不知道 泰浩骂了他 泰浩在轻松的氛围里 说出了心里话 有时候他很羡慕震宇 因为一直听到声音 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震宇理解 比起听不到而受伤 有些话语 反而会给人 留下更深的伤疤 即便这样 一个正常人 想要跟聋哑人 一起上课 也并不容易 他劝泰浩深思熟虑 泰浩十分了解 震宇的过去 知道震宇 曾就读普通学校 学校里没有手语服务 全靠他自己理解 周温人的意思 既然震宇能做到 太后相信 自己也可以融入 完全不同的环境 震宇好奇 他为何会知道 自己的过往 太后拿出了 艺术中心简介 上次震宇寄回 自己拉下的钱包 包裹里还附带了 这张简介 上面有震宇的采访 震宇没有做过这些 他想到是穆恩寄的 穆恩不希望 陌生人误会震宇 便将震宇的简历 寄给了太后 在穆恩眼中 震宇是个很棒的人 希望所有人 都能看到 他闪光的一面 听了穆恩的话 震宇的心如沐春风 感动和幸福 不足以描述 这一刻的感受 他想和穆恩 像现在这样 静静相拥 直到天荒地老 穆恩问起 开个人画展的事 他想震宇的话 被更多人肯定 震宇如实坦白 锐精找他合作的事 同时也将 自己和锐精 曾是恋人关系 告诉了穆恩 穆恩一早就知道了 一直在等 震宇主动告诉自己 向自己敞开心扉 震宇拉住穆恩的手 无言的感动 在心中静静流淌 第二天 穆恩得到了一个 残演电视剧 配角的机会 他第一时间 把好消息告诉了母亲 母亲万分欣喜 期待早日在电视上 看到他的身影 通话快结束时 母亲不忘 征求他的意见 下次寄泡菜 要不要也给 震宇准备一份 穆恩深受感动 他知道父母对他的爱 战胜了世俗偏见 和所有难题 那是身为子女 无以为报的感动 转天视镜结束 叫情侣来到 朋友的酒馆庆祝 朋友想好好招待他们 却突然得到噩耗 他的女儿被诊断出 可能有听力障碍 震宇目睹了 朋友的茫然无措 内心受到触动 他向穆恩表述了 自己的梦境 在梦里整个世界变得漆黑 他看不见周遭 只能听到有人在大声呼救 他感到害怕 明明听到有人求救 自己却无能为力 所以他讨厌 对别人产生感情 如今他爱上了穆恩 更害怕 当爱人处于危险时 自己无法保护他 穆恩懂得他的无助和难过 用手语缓慢地表达 自己的想法 他不需要震宇的保护 因为爱他 穆恩想待在他身边 震宇的双眼 沁满泪水 漫长而孤寂的人生 有一个人 亦无反顾 走进他的世界 温暖了他清冷的人生 滋入了他 干涸的灵魂 让他在风雨摇曳的世界 找到了可以栖身的港湾 此时此刻 只有仅仅相拥 才能表达他 无声世界里 激荡而滚烫的爱 震宇在穆恩的鼓励下 决定与瑞晶合作 开办画展 离开艺术馆 回家的路上 震宇遇到了邻居奶奶和小俊 经过上次的报警事件 奶奶已经放下对他的偏见 会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震宇在穆恩的影响下 开始学着主动释放善业 他给小俊和奶奶买雪糕 争得奶奶的同意后 带小俊回家玩 小俊从未在震宇家里见过别人 以为猫就是他唯一的家人 在此之前 震宇也没有了解过小俊的父母 但能猜到长期跟着奶奶长大 他的家庭可能并不健全 果然在交谈中得知 小俊的父母早已离婚 妈妈去了外地 爸爸很久才回来一次 幼小的孩子在奶奶身上 得到了全部温暖 他并不理解成人世界的复杂 最大的愿望是快点长大 能常常跟父母见面 震宇教他父母的表达方式 在这个安静又平凡的午后 一大一小隔着年龄和岁月的差距 给予了彼此最温暖的陪伴 小俊离开后 正与惊心给慕恩准备了美食 播放着轻松的音乐 他感谢慕恩带给自己的勇气 让他做出了开画展的决定 慕恩由衷地为他感到开心 办后 两人一起整理要展出的画作 不过奇怪的是 其中并没有2013年以前的作品 震宇说着很久以前 他独自在山里住了七年 那七年里 他每天夜以继日地画画 不知道画了多少幅 一日天降大雨 屋子进水将所有的话都淹了 曾经他失去家人 听力还有喜欢的人 一度因不可得而感到痛苦 在失去那些话之后 他豁然开朗 接受了一些东西 不属于他的事实 突大以后 震宇重新振作了起来 慕恩起身帮助他 两人静静相拥 沉默胜过千言万语 对于震宇为何在山里住了七年 这段过往被瑞金和震宇 共同的大学同学全作家提及 全作家说起了震宇的初恋 称两人分手后 震宇七年足不出户 有人猜测他失踪了 有人觉得他已经死亡 瑞金静静听着 不敢在员工面前表明 自己就是初恋 心里却五味杂陈 员工们出来时 正好遇到慕恩 借慕恩询问震宇的画展 便八卦震宇跟初恋分手后 独自疗伤七年的故事 想给震宇立深情人设 慕恩不知道那七年的真相是什么 心里始终有芥蒂 当看见震宇和瑞金 一起整理画册 毫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时 心里忍不住有些失落 他想发小倾诉苦闷 瑞金懂得手语 跟震宇能无障碍交流 两人有相同的经验 或有许多共同语言 发小安慰他 已经过去的时光 不值得留恋 要相信自己才是最好的那个 慕恩受到鼓励 回去的路上接到电话 需要他去咖啡店顶班 震宇为了陪他 也去艺术馆查看画展布置 两人约好一起下班 自从知道分手后 震宇消失了七年 瑞金的心便再也无法平静 他找到震宇 为当时离开 留下他独自一人而道歉 也许现在的震宇并不需要 但他还是想穿越时光 对过去的震宇说一声抱歉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肉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